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台式肉醋饭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先腌一下肉 首先是一些免质的猪肉 然后加点糖、蒜蓉粉 接着就加一些很棒的台湾的古早味醬油 接着就要把猪肉拌一拌 我不知道你了,我说要用手拌 拌好后大概腌20分钟就可以开始煮 好,醃了20分钟后就可以开始煮 第一件事当然要先开爐 然后加一点油 好,等到锅热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干葱 然后加一点姜 好,到干葱炒至半透明 就可以加一些香菇 这个香菇已经浸泡了半个小时 然后还切碎,好吗? 炒至你闻到香菇的味道涌上来 就可以下猪肉了 尽量把猪肉炒碎 好了,炒至差不多就可以放入鸡汤 一定要加点水 然后再加一点酱油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放冰糖 肉炒饭是偏甜的 所以可能要多放冰糖 好了,假如你觉得 这个颜色差一点 你可以加一点老抽 好,拌匀了之后 你盖过,然后中慢火 十二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 好了,过了十二分钟之后 开来看看 水都没有了很多 这个是肉醋饭 假如它还是水汪汪的话 那你就要加一些生粉水 让它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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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肉就完成了 白饭装饭了 不过这碗白饭就加了一些多谷米 吃下去就没那么内疚了 好吗?快点肉下去吧 就رب吃下去 am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